一,已知道在中国境内生活的最古老的原始人类,是圆某圆人,在中国云南省圆某坟地,发现了科普人类牙齿化石,因科学鉴定,距今约有70多万年了,2月70-20万年前,北京圆人,简称北京人,生活在北京周口殿龙骨山的洞穴里。 三,北京人已经知道使用天然火,人类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力的能力。 四,到了大约18000年前,仍然在北京周口殿龙骨山里,生活着一批被称作,他们已经只有明显的光种人造机态特征。 五,山顶动人不仅会人工取火,而且制造出了中国缝制工艺史上的美古珍,古珍约同火柴坟般出戏,长82毫米。 六,距今六七千年前,中国出现了古老的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。 七,陕西西埃,半佛文化的彩陶,十分精美,人脸上门门上各种文史,是原始美术,原始文字和原始艺术的结晶。 八,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,乌黑光亮,有着金属纪念,一样的光泽。 九,长江流域的浙江省于苗市和亩度文化,与黄河流域的半佛文化同样古老。 七千年前那里的人们已经会用大型木构建建筑房屋。 十,大约四千多年前,发生了一些部落战争,皇帝是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,因为他深得人心又聪明勇敢,取得了最后胜利。 十一,在古老的华夏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,皇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皇帝也就被后世尊为华夏族,及中华民族前身的人文书族。 十二,皇帝之后,中华民族先后又出现了几位杰出的人物,姚、顺、宇,姚蝉为于水,顺蝉为于宇。 十三,姚蝉宇的时代,洪水败烂成灾,大宇奉命去水,终于制服了洪水。 十四,后来,余的儿子启继成了王位,建立了个奴隶之王朝,夏朝约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17世纪。 十五,相传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,就开始有了吏巴。 所以,人们都把中国古老的传统礼法叫夏立。 十六,夏立是按月亮的运行周期制定的,又叫英里,由于礼法中有节气变化和农事安排,所以又称农历。 十七,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节。 八月无道,东方的山部落,在汤的领导下强搭起来,打败了夏建立乡朝,月公元前17世纪初,公元前11世纪。 十八,商朝的青铜器制造也有很大的发展。 商朝扣期制造的四母屋大方顶,重达875公斤,是期间没只发现的世界上的出土青铜器。 十九,商代的甲骨蚊,是刻在归甲兽谷上的一种古代蚊子,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蚊子了。 在阴区出土的15万片刻,有蚊子的甲骨中,总字数达到160多万字,其中有单字4600多个,已是别的有一千多个。 二十,商代末期。 在黄土高原上,一个叫周的部落强盛起来,到周文王时,周活成了西方诸侯的新盟主。 二十一,商朝最后的统治者周王好久赢了周武王时,周联合其他部落讨伐商朝,经过牧野之战,摧翻了商朝。 建立了周朝约公元秦十一世纪公元前256年,二十二,周朝建立后,分封了大大小小七十一个小国,尤鲁,齐,魏,晋,宋,燕等。 这些小国的伯爵叫诸侯。 二十三,西州秦七一百八十多年,中原一带产生了许多大型乐武,即自山川石,又能是表现大雨之水的大项武。 借鉴武王法周攻击的武武是大武,二十四,公元前七百七十年,周平王将都成东迁,名为东周,分为春秋,战国两个时期,二十五,春秋时期,一百多个诸侯国伶礼,互相争夺,甚至成为霸主,出现了春秋武霸,一般的说法是齐桓公,静文公,秦木公,宋祥公,楚庄王。 二十六,公元前六百零六年,楚庄王问鼎大小轻重,顶世王全象征,传说大雨住了九个顶,代表九州,楚庄王问鼎,表明他有做天子的野心。 二十七,春秋中后期,吴越两国交务,先使吴王和卢战败受伤而死。 妻子,吴王傅差立志报仇,将人每天高声提醒他。 二十八,岳王高建决心学耻,他卧心长胆。 那天高声自问,十年脚势,再次打扮吴国,吴王傅差自杀。 二十九,约二五零零年前,中国出了位伟大的思想家,老子。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,又图。 三十,道德经又名老子。 书里写着,货有神会成为货的因由,货中有食堂扶着货,因此要注意物极变反,还要注意导费香肠。 三十一,生活于公元前551,前479年的孔子是一位大思想家,大教育家,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 三十二,孔子最早在中国清版思学,他有弟子3000人,先者72人。 三十三,孔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,做出了不朽的贡献,他整理编定了一、十、离、乐、老子受精图分如将尚书、纯旧等。 三十四,孔子小年七十三岁,死后葬在鲁国都城北边,金沙东屈服孔邻处,孔子故居后来改建为孔妙。 三十五,孔子的学生们,知力孔子日常教会和生活行为,整理成一部语录体书,称作论语。 这部书成为儒家的经典,对后世友很大影响。 三十六,孙武,是春秋末期,一位杰出的军事家,传世友的兵书《孙子兵法》十三天。 三十七,孙子兵法提出了的知彼之仪,战战不在,攻其不备,出其不意,兵无掌势,顺无常行等许多战争原则。 三十八,孙子兵法的根本宗旨在于,精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,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、外交、商战、体育等领域。 三十九,孙兵兵法,是另一位杰出的军事家,战国时期的孙兵所著,孙兵是孙武的后代。 四十,即将田几与齐王赛马屡伴,孙教田几该用自己的下等马,对齐王的上等马,办一场,再用自己的上等马,中等马,分别与齐王的中等马,下等马对阵。 田几胜二场,总比分二比一,田几胜,孙兵赛马是一个狠的策略。 四十一,战国时期开始后,各个诸头国都和周王一样,自称为王。 其中的七个强国,号称战国七雄,他们展开了尖天下,一与内的战争。 四十二,春秋战国时期,中国盛行中古智乐,一年在古北随县增头几目中,出土了一百二十四件古代乐器。 四十三,在出土的中古乐器中,有一套大型鞭钟,最为珍贵,这套鞭钟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四百余年。 现在人能以准确的音调,优美的音色演奏古迹乐曲。 四十四,中国古代各享有盛誉的名医,是春秋战国后期的年间医生表确。 四十五,并确精通各种艺术,又总结前人方法,创造瞭望,文,文,切的四整法,几千年来一直为中国传统医学所采用。 四十六,百家争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,战国争雄激烈之时,也是百家争名鼎盛之计。 四十七,前在公元前七百七十年,才被封为中国西部的一个诸侯国,将域较小,国力不胜,始终被中原诸侯鄙视。 四十九,前面六国后,宁正称皇帝,以及德国三皇。 宁高武帝,五十,为尽快改变春秋战国五百多年分裂造成的各种混乱。 巩固秦王朝的统一,秦始皇下令统一避制,使用原形方孔的秦范养贤,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帝。 五十一,秦始皇还下赵统一度凉衡,并继续采取敌系令措施,如修迟道,遮同鬼,书同文,来巩固秦万里长城秦王朝的政权。 五十二,中国古文字中,最早有甲古文。 金文,西周时期,有大壮咒文。 战国时期有蝌蚪文古文。 此外,一些诸侯国,还有各自不同的文字。 五十三,秦统一后,规定小壮被统一字体,通行全国。 后来,秦朝出现了一种更加编语书写的历书,这种字体从汉朝起在官方和民间通行。 至今仍在广泛使用。 五十四,秦、赵、燕道被帮助投国,为礼于北部游牧民族的入侵。 曾分别修筑过长城,秦始皇统一中呼后,下令把不相衔接的各段长城连成一体。 在上东西延伸,全厂大亿万多华里,号称万里长城。 长城大都修筑在高沙峻岭之上,一手南宫。 五十五,公元前209年,全盛五广领导了一次声势浩达的农民起义。 公元前206年,秦朝被刘邦领导的武装力量推翻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